这世界上落寞的人千千万万,但若万岁奉行为美主义的是谁,如果把奥斯卡·网尔德排在第二,恐怕无人敢争第一。 他若是生在今天的英国,必会被英国王室树立为典型,以彰显英国贵族的胸怀,可错就错在,他生在了一个半世纪之前,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,生前注定是不被人理解的。 2017年,英国王室做了一件震惊了全世界的壮举,他们赦免了七万五千个因同性恋被定罪的人,奥斯卡·网尔德就在其中,时光倒退到一个世纪以前的1895年。 那一年,网尔德的因与道格拉斯的关系,被他的父亲发现,一路之下送进法庭,最后以严重猥亵罪被派劳一两年。 之后,他便一直带着这个无形的枷锁,聊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。 2018年,英国著名出柜演员鲁伯特·艾弗伦特,讲的出狱后的故事,还成了电影快乐王子,再生单次电影节首应好评如潮,还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LGBT单元。 但在高的荣誉,都灭补不了我们对这位天才巨匠造成的伤害。 读过网尔德的作品的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感受,就是词早极其华丽。 这是奥斯卡网尔德的浓烈个人风格,但极其华丽的词早下,却藏着网尔德天使与恶魔两张面孔。 网尔德是一个极其分裂的人,这一点上快乐王子对网尔德的把握,是非常符合人物形象的。 正如电影中表现的那样,网尔德对波西的爱,就如同是沙勒美对约翰的追求那样,拥有强烈的独占欲望。 梦想着像快乐王子与燕子那样生死相依,可现实这是一出沙勒美式的悲剧。 这是网尔德个人悲剧的本位原因,很少有人知道,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唯美主义词,就是网尔德的伟大发明之一。 由于艺术在文艺复兴中产生过巨大的推动力,所以当时很多人倾向于肯定艺术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。 而维美主义认为,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其公感官上的愉悦,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,虽然不是网尔德提出,但显然,网尔德就是这种理论的最忠实支持者。 他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,不隐于力地宣扬美帝价值,在唯美主义思潮中,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一般意义上认为,网尔德被捕标志着唯美主义思潮结束,阅读网尔德的作品,你会发现除了此早华丽之外,他对于完美有一种几乎于疯狂的追求,无论是沙勒美还是道林格雷的画像, 亦或是童话作品《快乐王子》,他们的主角无一例外,都有着美丽的容颜,而作为一名伟大的双信力者,网尔德一生对于俊美容颜的迷恋,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《快乐王子》中选取的故事是网尔德与波西的爱情,而事实上,网尔德也确实迷恋波西的俊美的容颜。 1895年,狱中的网尔德依然没有停止对波西的迷恋。 写下了一部洋洋万字的情书《申约书简》,书中他是这样写的,如果你拒绝接受我的信,我也招写不误,以便你知道至少有信,一直在等着你。 可见他对这个俊美的贵族公子哥的迷恋至深,《沙勒美》中沙勒美,向上途约翰所稳为成,便向西律王要求以自己跳一支,武来换取约翰的头颅。 当约翰的头颅被砍下之后,沙勒美将他的头颅捧在手上,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,我终于吻到了你的嘴。 王尔德所呈现出的那种非理性的对美和极致的追求,从他本人的心中折射到了作品中,《沙勒美》这出黑暗的戏剧,展现出的是王尔德作品中少有的黑暗,更有一种摆脱了道德,伦理束缚之后,对纯粹的艺术的追求。 杰西卡查斯坦把沙勒美,但尽管如此,王尔德却不完全是一个欲望掌控的人,他清醒的知道,什么是真、善、美。 快乐王子的开篇是一小说快乐王子的原文引出,快乐王子的雕像坐立在高大圆柱的顶上,俯视全程,他全身贴满纯性金箔,眼珠去两颗蓝宝石,纯洁经营,剑柄上牵着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的红老石。 而快乐王子的故事,也是一个关于真、善、美的故事,快乐王子牺牲自己华丽的外表,将自己的金银珠宝都赞给了穷人,宣扬的是一种无似的美德。 最终,快乐王子的心,终于和燕子生死履共,正因了古往进来对于爱情结局最美的想象,即使生同亲,死同学,到林格雷的画像中到林格雷为了留住自己的美丽容颜,将画师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,肖像代替他老去。 事后,为了用一个谎言,去遮盖另一个谎言,格雷杀死了画师,却最终自持其果,王尔德对于外貌的俊美固有追求。 但他更渴望的是内外兼修的美,本巴恩斯版本到林格雷的画像,他在给波西的情书中曾经说过, 你的身体,这么不感兴趣,可以留给你父亲,你的灵魂,这他不感兴趣,可以留给我。 那一句后人的评价,波西的灵魂并不见得有多美好,甚至很多研究王尔德的人认为,是王尔德对情人光环效应,所谓情人眼里出稀释。 但无论如何,王尔德对灵魂伸出的美,始终是有期待的,快乐王子终是这样,而现实中的王尔德也是这样,我们都生活在密坑中,但始终有人仰望星空。 1998年,英国政府为王尔德塑造了雕像,算是正式承认了这位巨匠的功绩,而这句话,郑重其事的被捐刻在雕像上面,一表彰这位钟其一生,都在仰望星空的伟大作家,欢迎,但一定要著名来源和作者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